星期二 美國密歇根州 奧克蘭縣法院法官 謝麗爾·馬修斯宣布 47歲的詹姆斯·克倫布里 和46歲的妻子 珍妮花·克倫布里 四項過失殺人罪成立 兩人都被判處10至15年的監禁 兩人復刑10年後 可以申請假釋 他們2年17歲的兒子 伊桑克倫布里 早前已經對2021年 在抵特律郊區牛津高中的槍擊案刑罪 被判處終身監禁 2021年11月30日 當年15歲的伊桑 在抵特律以北70公里的牛津高中 持槍殺害了4名學生 另外有6名學生和1名教師被打傷 伊桑犯罪用的手槍 是爸爸送給他的聖誕禮物 案發之前 老師發現伊桑的數學貨本 說有槍、子彈和流血的男子圖畫 並配有文字 救救我 世界已經死等字句 後方曾勸伊桑的父母帶兒子接受輔導 但是克倫布里夫婦就掉以輕心 這是美國手中 因為子女犯槍擊案 而直接指控父母過失殺人的案例 他們被指忽略兒子 有心理健康問題的警告 法官指出 他們本來可以阻止慘劇發生 但是一次又一次視若無睹